台中有民众投诉说 日前他把车子停在没有划设红线的路口 那清晨五点却被警方开单 而且这个举发单上呢 连单位的章都没有盖 认为警方开单是偷偷摸摸的 对此警方回应了 车辆被人检举围停 的确阻碍交通 只是远警漏开了单位的戳章 也有疏失将会依规定益处 检视器排下清晨五点多 一名远警来到车子前 在挡风玻璃上放了一张举发单后就离开 隔天早上屋主醒来 发现被开单 觉得莫名其妙 陈先生说车子停在自家门口前 没有划设红线 也没有挡住出入 更奇怪的是 据发单上连单位的章都没有盖 质疑警方开单偷偷摸摸 不只陈先生 附近的居民也是抱怨连连 这间汽车修配厂的老板 将车子停在店门口 却也是一直遭人检举被警方开单 大家不堪其扰 事后警方回应是因为 接获民众检举远警前往开单 而车辆确实违规影响交通 至于远警没有在告发单上 盖单位戳章的确有疏失 事后警方也协助民众撤销了这张举罚单 只是市区停车空间不足 是长期根本问题 再加上进来检举达人出没 到底哪些地方不可以停车 应该要标现画清楚 不要让民众无所适从 节奖刘其宇台中报道